听玉瑶讲景德镇故事 这件民永乐蓝帝克白龙凤纹梅瓶 是玉瑶遺址出土的破碎程度最严重的瓷器 它由660块瓷片粘接而成 修复它可得有高超的技术油 要知道破碎得越厉害 断面就越多 断面越多 修复时涂抹在上面的胶水就越多 胶水越多 累积污差率就越高 如果修复人员把控不好 最后就合不拢 嗯 与这件器物一起出土的还有 明永乐青花帝克白龙纹梅瓶 它由460块瓷片粘接而成 破碎程度位居第二 或许是因为它们被看中 所以被破坏的就更加彻底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